这有疑虑 其实你会发现最重要是这里啦 就是 刚刚for i 的部分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是直接用星号乘几次 可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我们就变成说 我就要用追去决定他要跑几次 那比如说我一颗星的话 假设我今天一颗星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i的值为1的时候 也就是跑一次嘛 那我当然这个地方 所谓一次就是从1跑到多少 跑到2嘛 2就停下来 所以实际上 也就是为什么要加1啦 因为我如果没有加1的话 变成说1到1 1就停 就什么都不会跑了 所以特别注意要加1 那为什么这边要多一个print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 这个print的后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换行拿掉 那为什么要换行拿掉 因为如果你这个换行不拿掉的话 它会变成垂直的 OK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这样好了 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它变成跑这样 直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就决定跑几次 可是我要让它怎么样可以跑横的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print本身会一直换行 所以我要把换行拿掉的话 那变end等于空的 OK你会发现这样 这样执行的话 它会跑出来 不过问题是什么 就跟那个99乘法表一样 如果你没有加1个print的话 它没有办法在每一列的后面帮你切 所以哦 这个地方为什么多一个print 就是最后呢 要把每一次输出做切割 所以跑第一次i的时候 跑一次嘛 就切 跑两次切 跑三次切 所以执行出来的结果 就会像这样子 OK 这个是最后结果啦 当然相较之下 一定比刚刚那样的写法 实在是复杂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又是两重回圈 所以如果假如对这个回圈部分不是很熟悉的同学 回去可以试试看 当然我讲过啦 这个也绝对不是说只是唯一的标准答案 OK 如果你可以想出还可以更简单 当然OK 没有问题 不过前提是要有啦 有那个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没有 那不然你就先用这个方法来完成 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好 那应该有懂我的意思吧 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如果有吧 OK 刚才出行的关系 所以我有点 在那里面 是 那就是第一次每次打一个性 然后我进到第二次回去 它是打两个性 诶对对对对 要出这一种回圈 那我再去跑 并且再向下一趟 诶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同学 OKOK 好 没关系 通了就好了 OK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刚刚另外的变化 那变化部分的话 我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前面要加那个所谓的空白 那加空白的原理原则其实也不难理解啦 只是说它的关系啦,总共total一定要13个 也就是说每一列的总total数量一定是13 为什么13? 也就是12个空白加一颗星嘛 所以加一颗星,加起来一定是13 那这个是两颗星加11加2嘛,那就是13 这个是10加3 所以你会发现喔 假如说你今天希望让那个什么 本来直角三角形靠左边靠右的话 那变成前面要加那个所谓的那个空白的一个反向三角形 那刚好跟它颠倒 一个是越来越多,一个是越来越少 可是要怎么加比较简单,应该加在哪里呢? 当然直觉你可以发现喔 理论上应该是要先输出空白再输出星号 所以喔,我们知道如果假设啦,刚刚的这个程式部分喔 我如果要加的话 理论上呢,应该... 我把这个恢复一下,刚刚这个是反三角形 那我把它打开,我把刚刚那个正三角形 这边有,我刚刚是另存嘛,所以把旧的这个打开 然后可以把它放大一下,Ctrl-加 OK 那如果说要加上空白的部分喔 那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加上星号的前面 所以喔 第一个直觉,它应该是要写在星号的上一行 OK,你不能写在下一行 因为下一行变成星号先输出再加空,不对嘛 那第二个的话,应该数量是多少 所以喔,这边输出Printer 所以一样嘛,Printer,那刮弧 那空白的部分最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什么 一个字串里面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说,帮我输出空白 那空白的数量呢,就是数量部分就乘上什么 诶,乘上的数量你要告诉他 那应该总total要13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 总数量是13,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13减掉i就可以了 诶,13减掉i 那13减掉i的部分 当然就是第一次是1 所以13减掉i就是变成12 也就是12个空白 诶,没错 那如果当i等于2的时候 13减掉2,那就11个空白 诶,那第一个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哦,如果你现在执行 会有一个错误发生 他一定会出现 这个错误 这个typeL 这个typeL 其实不是说 这个形态的错误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乘号 就是一个字串乘上 一个数量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哦,你必须要先把运算先做完之后才能乘 所以这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加刮弧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跟前面的字串乘的话 一定要先把运算结果先运算完之后 才能够跟前面的那个字串相乘 否则会产生错误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你有运算 一定要加刮弧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当然它会输出 可是输出好像不如我们预期 它变成怎么样 它变成那个空白加在这里之后 就换航了 为什么换航 因为Printer的关系 我前面讲过 Printer本身一定会带一个换航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换航取消掉的话 还记得吧 逗点怎么样 1ND等于空字串 意思就是把换航拿掉 这样换航拿掉的话 它就会知道说 把这个空白做完之后呢 直接把星号兜到后面去 不要换航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 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12个空白加1颗星 再来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就2颗星 那用13去减 13减掉2的话 那就11个空白 OK 那以此类推到最下面 最下面的话就是13 因为到13嘛 13减 13 那就0 0 0乘上空白 那就没有了 OK 所以这个等于是不会做 那最后输出就是OK 就涨像这样 那如果再来的话呢 OK 这个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如果要把它颠倒过来的话 颠倒过来 其实跟刚刚一样 我就拿刚刚的那个 反向的那个 反向这个来做了 那反向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后来发现 不管正向或者不管反向 其实它中间这个程式好像都一样 也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刚刚这一段程式 就是 在这个部分 第二行部分 其实是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一样的位置 一样第二行 因为其实不管是13个 反正它从头嘛 从反过来 一样13减13 一样就是没有空白 所以你直接贴过来 你会发现这一段 是 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不会变动 也就是说 空白数量 跟正向 跟反向 没有关系 反正都一样的逻辑 OK 所以基本上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这一行 print 在中间print 然后 它的空白 乘上 用13去减 特别说 可能13去减 要转一个弯 OK 那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别的逻辑 反正我讲过 程式绝对不是说 只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当然还有同意 有时候想出 还有更好的 也许说不一定 也许在东脑 最重要是 要把那个后面的print 本身一定会带一个enter 所以要把enter把它拿掉 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正向反向就完成 正向反向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希望把那个三角形变成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直角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 什么叫等腰三角形 这个等腰三角形刚好正照考试也会考到 而且我发现好像不是只有TG Plus会考 好像其他的相关的像其他我看过蛮多那个 这个像比如说公司在这个应征人员的时候要比试 也蛮喜欢考相对是像这样的题目 也就是他给你T这个一个题目 然后呢 请你把这个结果程式给写出来 当然这个当然不是说一定只能用python来写 其实用C用Java用VBA其实也写得出来 只是说我如果再用python来写那该怎么写 当然你可以离出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如果把刚刚的那个等腰三角形 直角三角改成等腰三角形的话 第一个你会发现前面这个空白部分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会不一样的部分应该在哪里呢 在右边这个区块 那这个右边这个区块 也就是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第一次一样是输出一颗星 可是第二次的话变成他输出三颗星 原来是两颗星 第三次本来是三颗星变成五颗星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他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公式或一个演算法 可以满足我们这样的结果 另外的话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式或这个演算法 尽量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这样可以做出来 可是问题非常复杂 反而当然不是很好 OK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等腰三角形写出来 另外当然如果可以写成正向的 也可以想想看可不可以改成反向的 OK 其实我后来讲到这等下三颗星 考试好像都会考 蛮喜欢考这种 就有同学写完这个之后的话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再改成什么 变两个三角形 可以啊 OK这也是程式写出来的 甚至还有同学写完之后说 我们来画个叶弹数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可以一个三角形 比较上面比较小 一直往下比较大 最后再做画一个这个树干的部分的话 就是画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长条形 可不可以啊 OK 只是说这个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 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正向前面加上空白部分 另外反向加这个空白部分先练习看看 另外的话呢 思考一下等腰三角形部分 那样我把那个共用画面再还给各位 哦